第六百四十三章 收编大军 都给我闭嘴 高巴南喝止了众人 对锦衣不耐烦地说道 赶紧动手吧 我自己来 也只能砍一只 要砍吗 锦衣问苏小小 一个小个子男人冲了出来 扑通跪在苏小小的马车前 姑娘 姑奶奶 求求你了 放过我们老大吧 我们不抢你们的东西了 苏小小道 你们不抢我们的 后面还会抢别人的 之前也抢了不少吧 小个子男人哽咽道 姑娘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啊 边关名不聊生 朝廷又裁剪了兵马 还连俸禄银子都不给 说赶出军营就赶出军营了 弟兄们也是为了混口饭吃 家里老小都快饿死了 我们打劫的都是那些富商 普通老百姓 咱们一根头发四耳也没动过 苏小小问道 你们是边关的将士 难怪这伙人训练有素 还懂排兵不振 以弓箭手两面夹击 小个子男人道 有一些事 也有一些吃过不下去的 穷苦百姓 上山来投靠咱们的 姑娘 我以我全家老小性命起事 如有半句虚言 让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苏小小醋梅道 边关局势紧张 应该增兵才对 为何裁剪兵马 小个子男人悲愤地说道 军饷不够 就先保正规军 所谓的正规军 其实就是冷家的嫡系 咱们这些后来去的 或是不愿效忠冷家的 以及患了伤病 朝廷不愿医治的 都让冷家寻借口 以逐出军营了 裁剪将士 是要给一大笔军饷的 而触犯了军法 被逐出军营 则不需要赔付任何银子 苏小小望向众人 你们之中有魏家军 四周沉寂了两久 忽然 一个面黄鸡兽的青年 走了出来 续于 一个左脚薄形的男人 走了出来 一个 一个 又一个 足足百来好人 这些都是为了大洲 抛头颅撒热血的将士 谁能想到 他们竟然落草为寇了 你是谁麾下的 苏小小问第一个 走出来的青年 魏须将军麾下 你呢 武安君麾下 魏须将军麾下 武安君麾下 魏须将军麾下 世子麾下 苏小小看向刀疤男 你是朝廷的将士吗 我不是刀疤男冷声说 我这辈子都不会替朝廷卖命 看来有故事 苏小小又道 那你可愿替你的弟兄们卖命 刀疤男警惕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苏小小正色道 不论你们有什么苦衷 扣就是扣 若朝廷的大军来了 该倾脚还是要倾脚 想保住这些人的命 只有一条路归顺 我们死也不会归顺朝廷的 没错 众人对朝廷的不满 早已达到了顶点 苏小小扬声道 不是归顺朝廷 是归顺与我 刀疤男古怪地问道 你又是谁 苏小小拿出两块令牌 护国公府秦苏 秦苍兰是我祖父 魏婷是我夫君 小个子男人一正 你 你是护国公府 与武安府的人 等等 这两家怎么结亲了 不是死对头吗 苏小小走下马车 望撂望四周的草扣残兵 郑重地说道 当年的事是一场误会 两家是遭到了 奸人的算计与挑拨 如今误会已除 两家已结为情境之好 你们信得过我 就跟住我 朝廷没给你们的军饷 我来给 朝廷不给你们治的伤 我来治 我只有一个条件 一旦封烟起 你们要与我并肩作战 不是让他们保护他 也不是他们冲在最前头 而是与他并肩作战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争住了 心口 彷復被什么 重重地撞击了一下 刀疤男看住所有弟兄 知他们已然心动 只是他们都被伤害过一次了 不得不更谨慎 他狐疑地问道 你真不是与冷家一伙的 苏小小正色道 我杀了冷锐 费了冷天男双腿 你觉得呢 所有人倒抽一口凉气 乖乖 这是什么凶残小姑娘 刀疤男皱眉道 我得先回寨子里一趟 弟兄们如果愿意 我带他们过来 如果不愿意 我回来把手给你 苏小小大方印下 好一心人离开后 扶苏问道 少夫人 你不怕他们跑了呀 苏小小摇头 他们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真要跑 会先抢走粮食 再跑月末半个时辰后 刀疤男带着乌泱泱的 一群人过来 扶苏看住那一眼 望不到头的草扣 惊得手一抖 那第一个娘 这是多少草扣 刀疤男男清了清嗓子 有些担忧地说道 两千人 除了女人孩子 和动不了的老人 都来了 你看收得下不 这里头有一些伤残兵 一般人只会要健壮的兵力 苏小小却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道 收得下 先吃饭 刀疤男咽了咽口水 我们这一顿不吃 能给寨子里的家眷送去吗 苏小小拒绝道 不可以众人一愣 刚刚还觉得她是个好人 现在就不许他们接济家眷了吗 他们是省下自己的口粮 又不是让她多掏银子 苏小小淡淡说道 他们吃 你们也要吃苏小小体会到 白莲教的快乐了 有精子就是好 养军队咔咔的 众人就地起造做了顿饭 这是十多天以来 他们吃上的唯一一顿饱饭 本以为能吃上白面馒头已经很好了 没想到竟然还有肉汤 不仅如此 每个人的碗里还都分到了一块肉 他们起先是激动不已 后面吃着吃住就哭了 苏小小趁着众人吃饭的功夫 给伤兵们医治伤势 其实这些伤势一开始都不算太严重 如果严重的话也拖不到今天了 只不过由于没得到及时的治疗 导致伤情恶化 别看一个士兵拒绝苏小小的诊治 苏小小问道 不看怎么给你治 这个士兵与锦衣差不多的年纪 带着少年人的唇针与害羞 他的腿烂掉了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臭 他自己都不敢看 更不想让一个姑娘看 苏小小强行把他的脚拽了过来 用剪子剪开他的裤腿 以及早已粘在伤处的布条 一股难闻的腐臭扑鼻而来 少年慌了神 苏小小的神色却没有丝毫变化 你忍着点 我要把上面的腐肉刮掉 这里距离众人吃饭的地方 算是有点距离 众人闻是闻不到的 但他们都知道 少年的腿伤成了什么样 他们看见 那个精致玉叶的千金大小姐 跪在脏兮兮的地上 捧着一只烂掉的腿 没有一丝嫌弃与避讳 认真而专注地处理着伤势 这一幕 让所有人的猴头再一次胀痛了 第644章 冰临城下 苏小小看住他紧皱的眉头 疼的话我给你打麻醉 是什么 少年不解地问 苏小小换了个当下比较易懂的词 麻沸散 让你不疼得要少年盲摇头 那种要很贵的 也很稀少 这点小伤我忍得住 你留给更严重的人 他的窗面不算大 可麻醉可不麻醉 他年纪小 苏小小想给他用 若是个成年男子 苏小小指定让对方扛了 谁曾想他近视的铁骨 考虑到麻醉要的确有限 苏小小没再坚持 我尽量快一点 苏小小的动作很前脆 处理完也不过半刻钟的时间 少年的整张脸都红了 额头冒着冷汗 一半是疼的 一半是羞的 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姑娘家离他这么近 还是给他治疗如此腐烂不堪的伤势 好好休息 一会儿上马车五车粮草 他也让刀疤男运了三车回寨子 给那些家眷 正好了腾了三辆马车出来拉伤员 你叫什么名字 苏小小问道 张瑜这之后 苏小小又将其余需要紧急处理的伤兵 依依依治了一番 锦衣与扶苏过来给他打下手 还有些不太严重的 就等到晚上休整时再处理 饱饭过后 众人开靶 高八男将老大的位置让了出来 尊称苏小小为新的老大 他叫张勇 是才跪在苏小小面前求情的小个子男人 叫魏迅 魏迅不善武功 但时文断字 人也聪明 在寨子里一直是个事业般的存在 苏小小看出来了 傍晚时分 大军抵达了摇城 令人奇怪的是 明明时辰还早 城门竟然已经关闭了 苏小小挑开车帘 问向一旁的刀八男张勇 摇城平日里也关得这么早吗 张勇作为曾经的老大 有幸得一匹坐骑 他勒紧缰绳 对苏小小道 没有 应该还有半个时辰才会关城门 此时 城楼上的守卫 也发现了乌泱泱的两千人马 即刻问道 来者何人 锦衣望向他 冷声说道 让你们将军出来说话 守卫张口就说道 大胆 何方逆贼 也配我们将军出来见你 锦衣回头看了苏小小一眼 苏小小微微点头 锦衣起声道 威武侯府锦衣 这么多大军 在隐藏身份是不可能过得去的 守卫道 胡说 边关从未接到侯府贵人过来的消息 锦衣冷声道 叫窦笑出来 一听此人竟直呼他们将军名号 守卫不由地被震慑住了 犹豫一番 到底还是去通传了 不多时 一个身材魁武的中年将领 带着头盔登上城楼 此人正是窦笑 冷魁的心腹 他是见过锦衣的 他一眼认出了锦衣 他的眼底越过一丝惊叉 一个手下小声在他耳边 低语了几句 他眉头一皱 冰冷的目光扫过乌泱泱的两千人马 随后他问道 三殿下可来边关 锦衣如实道 不曾窦笑警惕地问道 马车里坐的是谁 苏晓晓挑开帘子 缓缓走了出来 护国公府秦苏 窦笑胡一地看了他好几眼 护国公府的大小姐部长这样 锦衣道 你对京城的局势不太了解 这一位才是护国公府真正的大小姐 窦笑又指了只两千大军 你们身后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苏晓晓不卑不亢地说道 这些都是赶来投奔我祖父的将士 窦笑看住这个在阵前 也能如此淡定的女子 淡淡说道 你们可以进来 那些人 留下让我们留下 什么意思 是说我们进不了城了吗 那我们这一路 岂不是白根来了 窦笑这个狗贼 与冷家人一个鼻孔出气 冷家人把我们撵出来 他自然不会把我们要回去 他们之中不少人被狠狠抛弃与伤害过 内心充满了不安 他们刚刚才填饱了肚子 难道又要被抛下忍计挨动了吗 所有人看向苏晓晓 期待他能拒绝斗笑 哪知苏晓晓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个字 好 众人的心沉到了谷底 张勇没有说话 他只是死死地拽紧了缰绳 城门只开了一半 让苏晓晓的马车进了城 锦衣进城后 第一件事就是冲上城楼活住了窦笑 情贼先情亡 这一招任何时候都管用 窦笑暴怒 你这是造反 锦衣一脚踹上他胸口 将他整个人踹趴在地上 苏晓晓冷冷地看向 边关局势如此紧张 你却在这里千方百计阻挠援军 不顾百姓安危 山河破碎 究竟是谁在造反 谁给了你胆子 当今圣上还是冷亏 窦笑被锦衣死死地将连踩在地上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苏晓晓对城楼上的将士道 我今日把话放这儿 我就是来招兵买马的 你们放心 我不是要打自己人 我的敌人是北燕 愿意跟我走的 朝廷给你们多少军饷 我给两倍 不愿意跟我走的 一会儿上营房领一顿今晚的口粮 扶苏在城外吆喝 进城楼 进城楼 赶紧扎营 起造做饭 有时最触动人心的 不是那最大的诱惑 而是最良善的一抹底线 娘的 老子也早看北燕不顺眼了 一个壮汉将手里的大刀 狠狠扔在了地上 有了第一个带头的 后面就容易了 一个小伙子摘下头盔 大家都是拿命混口饭吃 我三个月没发军饷了 你真有军饷 真发 苏小小 今晚就发苏小小一路招兵买马 当临近加县时 已经从最初的两千人 壮大到了一万大军 这是好消息 坏消息是北燕已经夺取碎北关 这也是为何姚城会提前关闭城门 加县被北燕攻占 当浩浩荡荡的一万大军抵达加县时 原县令还当北燕又来了新的大军 北燕人自己也这么认为 据他们所知 大洲边关的兵力早已去两大城池交战了 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调动 要说是朝廷的援军也不可能 没这么快 这一疏忽直接让苏小小的大军多前行了一百米 等他们发现不对劲时为时已晚 苏小小已率一万人马兵临城下 小近空 我十二岁上战场 魏琛 我十岁上战场 魏小宝 我说什么了吗 第六百四十五章大杀四方 爆爆 一名北燕士兵骑着马 一路狂奔来到县衙 连马儿都没停稳 便迫不及待地翻身下马 驻守嘉县的几位将领 正坐在后院 让县衙的女眷架住烤架烤肉 其中一人更是以一女眷的脊背为脚踏 迫使对方瑟瑟发抖地跪趴在冷冰冰的雪地中 爆 这名北燕士兵 亮腔住闯进院子 见到这只醉惊迷的一幕 来不及正愣 立马气喘吁吁地说道 将军 有嫡媳 被他换作将军的 正是那个江脚踩在女眷背上的男子 姓卢 是此次驻守嘉县的首领 他文言非但没有丝毫惊惊 反倒是淡淡逆了惊慌失措的士兵一眼 大洲边关还哪来的兵力嫡媳 一旁的两名副将打去 秦苍蓝与冷葵自顾不暇 被咱们北燕大军围得死死的 谁来夜戏咱们 是啊 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名北燕士兵驻疾惊惊恐地说道 千真万确 他们举住大洲的惊奇 穿住大洲的盔甲 是大洲的士兵 卢将军的神色严肃了几分 来了多少人 北燕士兵结结巴巴地说道 初 初不估计 有一万兵力他们没能及时发现 问罪下来是要被处置的 他吓得半死 唯恐自己被一怒之下砍了头 院子里静默了片刻 须余 几位将领哈哈大笑 依旧是其中一位副将 你说什么 一万 大洲的边关如今连两千兵力都调派不过来 谁拿得出一万大军 别是什么障眼法吧 他话音刚落 又一名士兵仓皇而入 将军大洲进攻了 卢将军脸色一变 什么 嘉县的南城门外 苏小小穿上寒光闪闪的盔甲 骑着威武壮硕的战马 身旁分别是同样全副武装的锦衣与扶苏 苏小小望着黑暗中犹如被吞入巨兽之口的城楼 眼神坚毅地抬起手 进攻 伴随着他一声令下 号角升起 战鼓泪动 静谧的天地瞬间充斥起汹涌的肃杀之气 锦衣率领第一队人马掩护冲车狠狠撞向城门 扶苏则率领另一部人马架起云梯去爬城楼 北燕士兵发现得晚 冲车也好 云梯也罢 早已顺利进入安全范围 城楼上的弓箭都射不住了 投石车也失去了效力 只能徒手搬住石头往下砸 苏小小骑在骏马上 骑升到弓箭手准备 第一排弓箭手迅速就位 骑骑拉开弓箭对准城楼的方向 放箭 修修修 铺天盖地的箭矢 会成一片密不可破的箭雨 骑刷刷朝着城楼之上的北燕士兵射去 啊 无数北燕士兵被射中 有的倒在地上 有的跌下城楼 为了让臂力达到最佳状态 苏小小每轮只射三箭 三箭过后 第一排弓箭手后退 第二排弓箭手从容有序地上前就位 一共三排弓箭手 听他号令无缝轮替 三轮弓箭射下来 锦翼成功撞开了城门 而此时扶苏也登上了城楼 苏小小拔出长剑 一马当先冲了过去 倒霸男张勇 没想到新来的老大这么胡 说冲就冲了 说好的并肩作战了 你好歹给并一个呀 把弟兄们甩在身后几个意思 他怎么能让一个小姑娘 在前冲锋陷阵呢 他刷得举起手中长刀 弟兄们 杀呀 杀死北燕这群狗贼 杀 杀 杀 一时间 杀声震天 他们全是半路招兵买马来的 由于照得急 没有统一的盔甲 没有知识的兵器 有些人手里甚至拿的是杀猪刀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士气 先锋军率先冲进城中 杀开一条血路 右翼军与左翼军如奔涌的洪流 紧随其后 所过之处 竟是北燕尸骨 当卢将军等人率兵赶到过来时 城门内已彻底被大洲的兵力攻占 长长的关道上 双方将领剑拔弩张 地上血流成河 血腥气弥漫了整条街道 而仔细一瞧 死伤几乎全是北燕的 可恶 可恶 一名副将大怒 卢将军冷冷地望向对面 穿着盔甲的少年 你是谁 报上名来 苏小小冷冷地说道 畜生不配置我姓名 是女娃 几个北燕将领更惊差了 适才那名暴怒的副将 插腰大笑 你们大洲是没人了吗 让个娘们儿来领兵 哈哈哈哈 真是一笑大方 你们该不会是娘子军吧 哈哈哈哈 大洲没人了 苏小小抄起一旁 士兵手里的长矛 朝着此人狠狠地飞射而去 卢将军同人一缩 东泽 当心 晚了 苏小小的长矛 动穿了对方的胸口 将对方自马背上狠狠射飞 又重重地跌落在 北燕士兵的尸体上 身子僵了僵 吐出一口血 气绝身亡 好狠的小丫头 好厉害的身手 卢将军的整个脸色都变了 苏小小并未回头 眼神直勾勾地看住卢将军 以及他身后的北燕大军 锦翼 战骑 锦翼跳上城楼的旗台 一键斩断了北燕的旌旗 将怀中的大洲旌旗扬出去 套上旗杆 微风赫赫地插回了旗台之上 北燕的旗旗 匡愣掉落在地上 北燕的士兵们傻眼了 这一路一直是他们在杀大洲 一个措手不及 谁曾想有一日遭遇了大洲的兵力反杀 原本寻思着一万兵力又如何 一看就是东拼西凑的散兵游泳 一定会被他们北燕的正规军杀个片甲不留 然而眼下他们不确定了 张勇看向苏晓晓 老大 苏晓晓的拇指抹去唇下被飞溅到的一滴鲜血 只单单说了一个字 杀第646章首战告捷 没有多余的废话 连一句振奋人心的口水话都没有 然而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杀 让所有人的士气高涨到了顶点 体内的血液在沸腾 心中的怒火在燃烧 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只剩下一个声音 杀 突如其来的变故 另训练有素的北燕士兵方寸搭乱 他们不由地怀疑 这伙人当真是半路聚集而来的散兵游泳吗 为何他们要战术有战术 要武功有武功 要士气有士气 这是自然 苏晓晓不会让没上过战场的新兵担子在前打头阵 先锋营全是他选拔出来的精锐 其中不少是来自武安军麾下与卫须麾下 是真刀石枪上过战场的 他们各个骁勇善战 无畏生死 更重要的是 他们都痛恨北燕 双方人马厮杀在了一起 苏晓晓的大军杀疯了 苏晓晓手起箭落 眨眼间收割了无数人头 北燕的一名副将见状不妙 临阵脱逃 苏晓晓二话不说 玩起马鞍上的惊弓 对准他后脑勺毫不留情地射了过去 一箭穿炉 那名副将连惨叫都来不及 便直愣愣地摔下马 遭到了混战中的 北燕士兵的连番踩踏 连胸骨都凹陷了下去 卢将军剑短短几顺 已有两员副将 折损在了这小丫头手里 他顿时对苏晓晓起了莫大的杀心 他趁着苏晓晓 被三名北燕士兵围攻之际 悄然摸索到苏晓晓身后 一刀朝苏晓晓的后背捅了过去 苏晓晓刚用长剑 架住了前面一人的攻击 剑刃上反射出卢将军的影子 他朝后一仰 握倒在马背上 抬脚一技竖叉 将他的大刀踢飞了出去 卢将军没料到 他的身手如此迅猛 力道如此可怕 他的胳膊都麻了一下 等他再去抽腰间的另一把刀时 锦衣自城楼飞身而下 一剑斩去他双手 鲜血飞溅了锦衣满脸 锦衣没有回头 反手一剑将起割喉 主将与副将全死前进了 家县内的北燕大军 溃不成军 终于不再负于顽抗 拼了命地往外逃 可苏晓晓怎么可能让他们逃 县衙的某间柴房中 袁县令被五花大绑 嘴里塞了不团 忽然 门被踹开了 他身子一抖 还当北燕人又要来折磨他了 袁县令听到熟悉的声音 袁县令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大确定地睁开眼 被刺目的天光刺得毙了毙 带到他适应了光线 就看见伸住盔甲 手持染血常见的苏晓晓站在门口 苏晓晓入内 摘了他嘴里的布 秦 秦大夫 他难以置信地问 你也被北燕人抓了吗 不对 你穿住盔甲 他们逼你去打仗了 一个大胡子迈步走了进来 瞎说什么呢 我家老大把家县夺回来了 大胡子叫李达 曾是未须挥下的一个武长 也是刀疤南章勇寨子里的弟兄 袁县令更惊诧了 夺 夺回家县了 把北燕大军打跑了 没打跑苏晓晓说 杀光了袁县令 苏晓晓让人给袁县令松了绑 他的家眷也已被解救 送回了各自的屋 梁王呢 他问 袁县令忙到 我把梁王殿下藏在地窖了 没让北燕人发现 主要也是消毒夜烧的厉害 人迷迷糊糊的 像只软脚虾 放地窖里老安静了 袁县令以为苏晓晓是来兴师问罪的 胆战心惊地说道 我这就让人将殿下从地窖里抬出来 苏晓晓淡淡说道 不必了 让他在地窖待着 你把人看好了 不许他被人发现 也不许他出来捣乱 袁县令一头雾水 那是梁王 你这么对他真的没关系吗 话到嘴边 他就看见院子里一个个直勾勾盯住自己 庞扶只要自己惹这个小丫头不开心 他们就能冲进来砍死自己的将士们 咽了咽口水 这个你放心 我一定按照你的要求 照顾好梁王殿下 苏晓晓出了他的屋子 来到院中 扶苏领着众人清扫完战场回来了 方才有个北燕士兵想烧粮草 幸亏被我逮住了 扶苏哼道 北燕人这几年不上脚的碎贡全拿来充当军饷了吧 真有钱 魏逊笑道 收了不少粮草 另外 盔甲也有了 咱们军里的兵啊 个个都能穿上盔甲 配上兵器了 从无到有 就是这么来的 苏晓晓对此行的收获还算满意 被北燕搜刮来的明知明高 记得还回去 魏逊一瞬间肃然起劲 是 苏晓晓又道 大家伤亡情况如何 魏逊正色道 一百来号轻伤 十几个贯穿伤 五人阵亡老实说 这是魏逊所经历的战事里 伤亡最轻的一次 苏晓晓道 后葬 按朝廷三倍的标准发放抚恤金 一会儿我去看看伤员魏逊对着苏晓晓 深深鞠了一躬 若说先前大家火而跟住他 多少有点而出于他的威逼利用 那么经历了今晚这一战后 大家是打心眼里敬佩起他来了 有仗他是真打 有仗他是真发 苏晓晓并不知众人心里的想法 反正不论是臣服他的个人魅力 还是他的超能力 对他来说都一样 张勇过来了 他的刀疤上染了敌人的血 看上去残忍又血腥 苏晓晓神色平静 边关的情况打探清楚了 张勇神色复杂地点点头 北燕大军集中兵力攻打汪城 冷魁带走了边关五万兵力 前去汪城迎战苏晓晓簇 那资阵岂不是只剩下一万兵力了 张勇道 前几日轮魁给了苏默五千人 前去晚城平乱 所以 其实只有五千 不到 其中还包括资众与后勤士兵 李达乍毛 这就过分了 这几个人怎么守得住资阵啊 谁在守 张勇看了苏晓晓一眼 秦苍蓝李达不吭声了 苏晓晓道 就算是我祖父 以五千兵力死守资阵 怕是也不容易张勇点点头 北宴派了两万大军攻城 攻了三天三夜 另外还有一件事 冷魁走的时候 把所有的粮草带走了 资阵的将士 怕是已经饿了几天了 苏晓晓眼底闪过杀气 传令下去 所有将士原地休整 一个时辰后 强行军 前往资阵 第647章宝贝孙女来了 强行军是强度最大的行军方式 步兵一日可行进百里 但这种行军方式 对体力的消耗是巨大的 甚至可能达到人的极限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采取强行军 当接到军令时 新兵弹子一头雾水 老兵们却都懂了 在经历了一夜厮杀过后 仅修整两个时辰 便采取强行军支援资阵 这种地域难度 就连武安军与魏须在世时 都不曾挑战过 然而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他们抱着兵器原地躺下 闭上眼开始歇息 苏小小抓紧时间 为重伤的伤员做了手术 其余地交给了大军里的医官 另外 他还是给迦县留了2000人马 由扶苏带领 伪装成北宴大军 资阵距离迦县一共50里 但由于大多是山路 道路险阻 给强行军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 凛冽的寒风 裹着雪花呼啸而来 大军顶住凛列的风雪 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忽然 一个士兵脚底一滑 朝住一旁的悬崖栽倒下去 得亏张勇就在他身后 及时把人拽了过来 大军继续前行 揪揪 锦衣怀中的五虎扑斥住翅膀 叫了起来 有情况 苏小小眸光一冷 扬起手 比了个停的手势 一个个武掌将手势传下去 大军请客间停了下来 众人原地趴倒 安安静静地埋伏在山脉之上 苏小小带着锦衣与张勇 来到一棵大树后 急着树枝的眼影 望向了前方关道上的一队人马 是冷葵麾下的骑兵 与弓箭手张勇说道 那个穿住披挂与盔甲的人 就是冷葵 我认识他的披挂冷葵 苏小小心中默念着这个名字 抬手拿过背上的金弓 抽了一只箭矢拉开弓弦 瞄准了冷葵的头颅 张勇震惊地看住他 锦衣的眼神没有丝毫变化 反正他杀他就杀 不论对错 他只护他 弓弦被拉满 发出了枝丫的哑响 几乎要崩断 然而苏小小迟迟没有放箭 一直到冷葵转过弯 消失在关道的尽头 张勇神色一松 他心底涌上说不出的复杂 方才有那一瞬间 他是希望他杀掉冷葵的 可他放过了冷葵 他竟然也跟住如释重负 冷葵带了至少两千骑兵 与弓箭手 身边还有几个将军 在此时杀了他 会引起双方交战 秦苍蓝与资阵的将士们 等不起 也会让瓮城的局势陷入被动 他的心里不仅装这个人恩怨 更多的是将士们的生死 与家国大义 继续赶路苏小小 收好弓箭 回到了队伍中 冷葵的命 他改日必亲自来取 资阵 这是秦苍蓝率兵死守城市的第四天 他们从三天前就断粮了 饿了就抓一把地上的血吃 秦苍蓝把身上的盘颤都拿出来买了粮食 可城里的粮食早已被冷葵买光 百姓们过冬的余粮也不多 勉强买到的一些秦苍蓝 优先分给了伤兵与病人 他自己也早已三日低迷未尽 癌恶受冻并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北燕数日以来不间断的进攻 倒下的将士越来越多 再这么下去 他们撑不过今晚了 大元帅刘仁迈着虚浮的步子走上城楼 他饿得头晕眼花 嘴唇前裂出了血 脸颊与手背还上了洞窗 他双手捧上一个窝窝头 递给秦苍蓝道 大元帅 您吃点秦苍蓝双手背在身后 这我没问到 不是让你给伤兵送去的吗 刘仁忍住哽咽说道 这是给小石头的 他 去了秦苍蓝沉痛地闭上了眼 这个将一辈子献给了大洲的老将 在这一刻无可奈何地红了眼眶 刘仁道 大元帅 您先吃点儿秦苍蓝道 你吃吧 我吃不下 刘仁苦口破心道 您若是倒下了 这座城就真的守不住了 秦家军已经在路上了 咱们再坚持坚持 援兵和粮草就到了 秦苍蓝望住漫天的飞雪 秦家军 怕是赶不过来了 冷葵带走全部的兵力 并不是为了与北燕决一死战 留人一正 那他想做什么 秦苍蓝冷声道 守住瓮城 等何谈 这 秦苍蓝神色复杂地说道 秦家军要过来 首先得路过姚城 而姚城守将斗孝 是冷葵的心腹 他不会为秦家军开城门 除非有人解决了斗孝 但你我心知肚明 这是不可能的苏默不在 边关还有谁会去御冷家的势力作对 留人咽了咽口水 那要是 要是万一呢 万一那逗孝就是出了事呢 秦苍蓝望向城楼下的北燕营帐 那也还有至少两日才能抵达 可是你看 北燕又准备攻城了 留人一瞧 他们又在装备冲车了 他气到跳脚 娘的 有完没完了 今日第三回了吧 这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啊 他们一定是知道咱们没粮草了 一个劲耗咱们 秦苍蓝道 你少激动 省点体力那个窝窝头 秦苍蓝到底是一口也没吃 留人把窝窝头分给了其他更虚弱的将士 入夜后 北燕果真又发动了攻击 城楼上的弓箭手饿得头晕眼花 连拉弓的力气都快没了 反倒是北燕的箭矢如铺天盖地的箭雨 齐刷刷地朝住城楼上的士兵射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 城楼之下的冲车也狠狠地撞上了城门 咚 咚 咚 一下又一下 城门洞内的脚盘松动了 城门要被撞开了 秦苍蓝举起一杆长矛 射飞了一名推住冲车的北燕士兵 然而一眨眼的功夫 另一个士兵接替了他的位置 他们体力充沛 精力旺盛 远不是饿了四天的大洲将是可比的 驾云梯 伴随着北燕将领的一声力喝 一个个高耸的云梯靠上了城墙 秦苍蓝一刀斩断云梯 巨大的眩晕感袭来 他整个人都晃了一下 他扶住城墙 北燕士兵爬上云梯 秦苍蓝率领流人等将领奋勇杀敌 体力上的悬殊太大 全凭着一股仇恨与执念在厮杀 秦苍蓝为保护一个士兵 被一个跳上城楼的北燕士兵 割破了手臂 城楼下的北燕将领大喜过望 大家快看 秦苍蓝受伤了 他撑不住了 今晚 谁拿下秦苍蓝的人头 赏金万 秀 他话未说完 一只夺魂的箭矢 自后方急驰而来 带着催枯拉朽的杀气 毫不留情地射掉了他的一只诱饵 啊 他捂住耳侧 躬身发出了一声惨叫 将军 北燕士兵惊叫 北燕将领拽紧缰绳 将马儿调转过来 冷冷地望向夜色 何人竟敢偷袭本将军 回应他的是 整齐化衣的马蹄声 冰冷肃杀的盔甲摩擦声 以及将士们气势磅礴的呐喊 吼 吼 吼 整个地面都彷扶在抖动 正在攻城的北燕士兵 突然就有些发猛 第648章 祖孙相见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就来了这么多兵 将军 是朝廷的援军 去探娘的 朝廷哪来的援军 有援军加线不早报信了 被射掉了诱饵的北燕将领 拿不包住了换处 寒风如刀 搁着他的伤口 疼得他倒抽凉气 他始终不信边关还有援军 除非是冷葵杀回来了 但冷葵会放弃附述的问城不管 而来支援一个小小的资阵马 要不是算准了冷葵的性子 他们北燕会派兵来此 攻打秦苍兰 只是他没料到秦苍兰是一块硬骨头 饿住肚子也坚持到了第四天 这应该是城中将士的极限 只要他们北燕持续进攻 必能杀掉秦苍兰 攻占资阵 将军 好像没动静了 也没看见有人来 他的副将望着漆黑如墨的夜色说道 北燕将领不屑地说道 哼 虚晃一枪 哪个从外头回来的冰蛋子而已 不必管他 继续攻城 可副将的心里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好似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他的预感没让他失望 因为就在下一秒 密密麻麻的箭矢漫天卷道而来 借助着夜色的遮掩 临近了才被他们发现 他们是一门心思攻城 全都暴露在城门口的空地上 活靶子一样 地上当即倒下一大片 副将大惊失色 将军 当心 北燕将领抡剑批断了一只朝他射来的箭矢 咬牙望向黑漆漆的夜色镜头 盾牌 右翼军 结阵 右翼军齐刷刷架起盾牌 盾牌上响起无数箭头撞上来的声音 攻击被阻止了 北燕将领大快人心 不知是不是被激怒了 大舟弓箭手渐渐大失准头 他们连盾牌都射不中了 全射在了地上 他嘲讽地说道 一帮废物 何俱知 副将吸了吸鼻子 大人 好像不对劲啊 这些剑是不是有问题 苏小小拉开进攻 架上一只燃烧的箭矢 羞得朝住对面射了过去 箭矢这地的一煞 火油全被点燃了 火苗一下子窜到了北燕士兵的身上 现场烧成一片火海 这一幕只把所有人看惊呆了 被围攻了四天四夜的大舟将士 终于听到了北燕士兵的惨叫 此起彼伏 交错不断 连冲车都住了火 云梯也未幸免 啊 啊 不断有人从云梯上掉落 北燕的阵营开始慌了 北燕将领立声道 都别慌 给我攻城 进了城就安全了 副将惊恐地叫道 将军 你看 是秦家军 大军终于现身了 黑压压的一片 如奔涌的洪流 带着吞噬一切的汹涌 朝住他们席卷而来 为首之人 似乎是一个身住赢甲的将领 戴着头盔与面罩 只露出一双冰冷的眼睛 他身侧的骑手 高举住 烈烈舞动的朱雀帆 朱雀 秦家军的标志 秦苍蓝皱梅 他自己的军队 他自己认的 这些人不是秦家军 难道是墨儿回来了 也不对 墨儿当时只带走了五千人马 赶来的援军 却有小一万 是谁打着秦家军的旗号 赶来增援的 不论是谁 都来得太及时了 他一刀斩断了又一架云梯 望着城楼之下的援军说道 秦家军听令 给我杀光北燕狗贼 同科 我要姓周的脑袋 周烈 正是那位北燕将领的名讳 若说先前周烈还有一丝怀疑 那么秦苍蓝此话 就无疑是坐实了 这波秦家军的身份 同科 秦苍蓝坐下的三大猛将之一 竟是连他也来了吗 这一下 好不容易被周烈鼓舞起来的士气 又刷刷刷地跌了下去 流人浑身激动 弟兄们 秦家军到了 粮草也到了 杀啊 杀光这帮狗贼 今晚吃肉 苏小小一马当先 冲到了周烈的面前 周烈警惕地瞪着全副武装的苏小小 你就是同科 不对 你不是 同科比你 苏小小一枪将他刺了下来 周烈跌下马 惊魂未定地看住他 他越发笃定 这家伙不是同科了 他与同科交过手 同科的武功路数不是这样的 你究竟是谁 要你命的人周烈一剑朝苏小小刺来 苏小小徒手接住了他的剑刃 周烈简直不可置信 这丫头的手套是什么兵器 竟连长剑也砍不穿 他想把剑抽回来 却发现被对方死死握住了 苏小小平静地看住他 大元帅有令 要你的人头周烈同人一缩 你是女 扑斥 苏小小的匕首捅进了他心口 他浑身僵硬地跪下来 苏小小抓住他的头发 一刀割下他的人头 苏小小施展轻弓 几步踏上北燕的战车 居高临下地望着厮杀成一片的众人 猛地举起了手中血淋淋的头颅 北燕的士气彻底瓦解 前一瞬还嚣张地要死的北燕士兵 这一刻终于溃步成军 副将带着仅存的几千士兵丢盔弃甲 四散而逃 一场战事就此休止 城楼之上 最后一个北燕士兵也被踹下了城楼 四周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秦藏兰忍住身体的眩晕感 目光灼灼地望着那个穿住盔甲的少年 正色道 开城门 流人忙道 对对对 开城门 弟兄们 快让援军进城 城门被缓缓打开 秦藏兰浑身是血地走了下来 他穿过长长的城门洞口 来到方才经历了一场血腥厮杀的战场 一顺不顺地看住马背上的少年 你是 苏晓晓摘掉头盔 祖父 是我秦藏兰狠狠地争住了 苏晓晓与秦藏兰自八月一别 已有四个多月未见 彼时苏晓晓还是个微胖的小丫头 而今却轻瘦的几乎要认不出了 难怪他看住她 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滕西 原来是她的宝贝孙女 可是小丫头怎么来边关了 还给瘦成了这样 她吃了多少苦 秦藏兰看看她 又看看她身后的静万将士 心底突然涌上无数疑惑 但更多的是无尽的疼惜与自豪 苏晓晓翻身下马 登登登地跑过来 祖父 给你摸摸头 秦藏兰眼眶一热 把宝贝孙女紧紧地抱进怀中 第六百四十九章霸气小小 秦藏兰抱得太紧了 苏晓晓的小脸蛋被压得肉饥饥的 嘴巴说发话都合不上了 祖护 父 你的盔甲甲 有点丁兵 秦藏兰这才意识到自己激动过头了 他身上脏兮兮的 全是敌人的血 怎么能把宝贝孙女儿往血上蹭呢 苏晓晓单纯是觉得好兵而已 秦藏兰依不舍地放开了宝贝孙女 又抬手摸了摸他脑袋 瘦了 头盔给我 好吧 苏晓晓把沉甸甸的头盔给了他 不远处正在清扫战场的两个士兵窃窃私语 他们是从寨子里被苏晓晓收服的 也是现场参与打劫 却没打劫成功的 有没有觉得老大刚刚有点儿可爱 对啊对啊 一旁的魏逊瞪了二人一眼 低声呵斥道 你们两个脑子坏掉了吧 周烈的人头还在战车上挂住呢 谁搁下来的 你还是我 魏逊是师爷 无力之一般 没冲锋陷阵 而是在后方准备兵器与工具 譬如刚刚用到的特殊箭矢与火油 打起来后 他退居后方 交战的过程看得清清楚楚 一开始打劫他的时候 只觉得他很临微不惧 从容冷静 后面是觉得他财大气粗 有钱又聪明 再后来 不娇气 伸手还可以 胆子有点儿虎 到今日 请收下我等膝盖 哎 当初是多想不开去打劫他的呀 魏逊一边摸住自己完好无损的脖子 一边厚怕的去打扫下一块战场啊 秦苍蓝看住面前风尘仆仆的宝贝小孙女 他若知道的话 那儿舍得让他吃行军打仗的苦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去西境了吗 魏婷呢 他一口气发出灵魂三考问 苏晓晓笑了笑 说道 说来话长 一会儿我慢慢和您讲 祖父和将士们都饿了吧 先吃点东西 他说吧 转头对一个默默清扫战场的盔甲少年道 锦衣 你让大家把身上的干粮先拿出来 分给城中的将士秦苍蓝惊讶 锦衣也来了 是的了 方才交战时 这小子一直守在宝贝孙女身旁 他就说怎么有点儿眼熟 秦苍蓝问道 都给我们了 你们吃什么 苏晓晓笑笑道 我囤了很多粮草的 祖父放心 我们不缺吃的 我的人就是缺叫 他们太久没睡了 需要歇息 这个好伴秦苍蓝叫来留人 让他带苏晓晓的大军去营地休整 战场交给他们来清理 城中的将士只是饿坏了 等填饱肚子就有力气潜活了 锦衣与留人整顿了双方人马 一对一交接 井然有序地领了钱粮 苏晓晓在伙食上顶顶大方 每个士兵的口粮不仅有馒头 有饼子 有大葱 还有一小块煮好的腊肉 当打开前凉包袱 看到里头居然有肉食 资阵将士们的眼睛都直了 他们一个月没吃到肉了 连肉汤是什么味都忘了 这 这是能给的吗 一个士兵问 你们确定不留住自己吃吗 卫逊大方说道 拿着把根柱老大 有肉吃的 经历了四天四夜的鸡肠碌碌后 资阵的将士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 天空飘着雪 他们坐在城楼下的血色的雪地中 有说有笑 不少人脸上脏兮兮的 有的还生了洞窗 但这个严冬对他们来说 将不再难以度过 秦藏兰等到最后一个士兵分到粮食 才接过锦衣递给他的干粮 他转头去看苏晓晓 就发现小丫头 已经坐在城门洞的角落里睡住了 昨夜夺回家县 今早仗才打完 大军休整一个时辰 他没歇息 再给人智商 之后一路强行军来这里 没有喘口气 又再度开战 紧易平静地诉说着路上的经历 秦藏兰却听得心惊肉跳 连夜交战 强行军 不休息 再交战 就算他和武安军都没敢这么干过 秦藏兰看住苏晓晓带来的 连盔甲和兵器都不同意的大军 盔甲是拼凑的 可他凝聚出来的士气 是无坚不摧的 秦藏兰的心口胀胀的 已不知该如何形容 他弯下身 将熟睡的宝贝孙女抱上马车 带上他和锦衣 一起回了资政的营地 苏晓晓一觉睡到第二天的早上 他睁眼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营帐里 身上的盔甲已经被卸了 他茫然地动了动脚趾头 依依 醒了 秦藏兰走过来 满眼宠溺地看住他 不苟言笑的大元帅 也只有在他面前 才会露出如此温和的一面 祖父苏晓晓坐起身来 我是不是睡了好久 秦藏兰道 还早呢 你再睡会儿吧 算了 醒都醒了 先吃点东西再睡 说到吃 苏晓晓记起来 自己还没把粮草拿出来 祖父你等我一下 他偷摸住找了的仓库 把大米与腊肉搬了出来 好在药房只喜欢金子 这些东西一小半是他自己搬的 后面药房约莫是不耐烦了 直接把他和粮草一起扔出来了 挺好 省事了 他拍拍手 长呼一口气 一条开仓库的帘子 魏逊与张勇目瞪口呆地看住他 老大 你怎么在这里 魏逊问 苏晓晓清了清嗓子 我 清点粮草 魏逊惊讶 粮草到了 苏晓晓面不改色 是啊 你们睡觉的时候 扶苏派人送过来了 这样啊 魏逊点点头 老大辛苦了 以后清点粮草的事 交给我就好苏晓晓 行 他回了秦苍兰营帐 魏逊也拉着张勇离开 张勇回头望了库房一眼 我明明今早路过这里 库房都是空的 魏逊就到 那一定是你看错了 走吧 该练兵了 苏晓晓回到秦苍兰的营帐时 秦苍兰正在为苏晓修补盔甲 秦苍兰也在 祖父 秦苍兰 他打了招呼 秦苍兰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过来吃点东西 苏晓晓走过来 看住桌上的美味佳肴 微微一饿 烤兔子 秦苍兰道 秦苍兰出去打滴 趁热吃 苏晓晓撕下两条兔腿 祖父 秦苍兰 你们也吃 我不吃毒食的秦苍兰无奈一笑 好 你放着 我绣完盔甲就吃 苏晓晓放下一只 递给秦苹一只 锦衣你吃 哦 锦衣将兔腿接了过来 苏晓晓咬了一口 外酥里嫩 好吃得不得了 不知是不是打仗消耗太大 他最近的食量大了不少 苏晓晓道 祖父 我昨天遇到冷葵了 他带着两千人马 从瓮城的方向出来 不知是前什么去了提到冷葵 秦苍兰的眼底 闪过一丝冷意 带走全部的军饷 害得那么多将士 险些饿死 秦苍兰长叹一声 可惜姚成那关难过 秦家军一时半会儿到不了 否则我现在就带兵杀过去 把冷葵给砍了 苏晓晓眨眨眼 姚成 秦苍兰点点头 姚成守将斗孝 是冷葵的心腹 苏晓晓的眼珠子 滴溜溜一转 默默拿出斗孝的令牌 放在桌上 斗孝 杀了秦苍兰一愣 还有云水镇的守将全非 白鹤县的县令孙鹏 来资阵的必经之路 都被冷家的势力控制 苏晓晓又拿出了全非的令牌 孙县令的官印 张将军的军印 秦苍兰倒抽一口凉气 你到底干掉了冷葵多少心腹 第六百五十章 宠孙女 炫孙女 瘟城外的一处山坡下 本该空荡荡的雪地里 此时占满了冷葵的两千大军 被大军包围着的一座营帐之中 冷葵正与对面的北燕将军 进行第一次谈判 冷葵冷冷地说道 拓拔将军 你不觉得自己的要求太过分了吗 拓拔列冷笑一声道 你既要和谈 就得拿出和谈的诚意 怎么 当战场是你家开的 你说不打就不打 我们北燕十万大军陪你玩 冷葵沉声道 那也不能狮子大开口 拓拔列笑了笑 不想割让瘟城可以 拿秦苍蓝的人头来换 冷葵怒道 你让我杀秦苍蓝 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拓拔列慢悠悠地笑道 冷大将军何须如此激动呢 你心里不是早想杀了秦苍蓝了 武安君已死 秦苍蓝再出事 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位置 非你莫属了吧 虽说还有个镇北侯 不过他这几年身子骨欠佳 早不去朝堂了 冷大将军要搏一把吗 冷葵怒目而是 你休得挑拨我们大州的关系 拓拔列嘲讽一笑 嘖嘖 冷大将军 大家都是聪明人 你给我这儿演什么呢 你不想秦苍蓝死 会把所有的粮草带走 留他在资阵饿肚子 已经过去了四天四夜 不如我们来猜猜 秦苍蓝的命还在不在 冷葵威严冰冷地看住他 拓拔列笑道 冷大将军 我只给你三日时间考虑 三日后你若不将这几座城池 割让给北燕 我北燕的十万大军 必踏平问城 沙光大州边关每一个将士 冷葵捏紧了拳头 回去的路上 冷葵策马走在最前面 想到拓拔列开出的条件 他神色有些凝重 他的新副将领策马跟在他身边 看了他一眼 问道 大将军 您是在担心三日后 北燕大军会攻城吗 咱们只有五万兵力 早知道 不给秦苍蓝和苏木 那么多兵力了 冷葵道 无妨 豆霄手中还有兵力 你去一趟摇城 让豆霄带兵过来 抱抱 一鸣赤后 火急火燎地拦住了冷葵的去路 冷葵猝眉看了他一眼 瓮城出事了 不是约定了三日后 再进攻的吗 三日功夫 足够他将分散在各城池的势力集结起来了 赤后道 不是瓮城 是摇城 豆将军让人杀了 新副副将狠狠一正 什么 谁干的 赤后道 一个自称是秦苍蓝孙女的人 新副将领皱眉道 胡说 秦苍蓝的孙女在京城 一定是有人假冒 打着护国功夫的幌子为非作胆 冷葵问道 摇城兵力呢 赤后小声道 被带走了 新副将领怒道 被带走是什么意思 赤后的身子抖了抖 就是 将士们都跟住他跑了 新副将领握拳 可恶 那可是三千兵力啊 还有一千的精锐 冷亏冷声问道 云水镇呢 权妃没钱去支援 权将军也被杀了 他的兵也被拐跑了 还有孙县令与张将军 赤后讲到最后 简直没胆子往下说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 那个冒牌的秦家大小姐 一路走一路杀 把冷家的新副杀了得前前进进 兵弹子也抢了得前前进进 更要命的是 那些将士都是自愿跟他跑的 冷葵压下心头翻涌的怒火 他们如今身在何处 赤后胆战心惊地说道 好像 往赤阵去了 新副将领笑道 赤阵 大将军 你不必担心 他们撑死了一万兵力 赤阵可是有两万北燕大军 这会儿他们指不定 已经全部为了北燕大军 赤阵 最后一具北燕士兵的尸体 也被运走 战场总算是清理前进了 刘仁回去 向秦苍蓝赋了命 秦苍蓝道 秦家军快到了 你明日去梁山接应一下 刘仁一惊 真的要来了 不是说冷家那帮人 不会放他们过程 秦苍蓝与有荣烟说道 已经解决了 刘仁问道 不是吧 谁这么厉害 把冷家那帮 别独自都给解决了 秦苍蓝一脸的自豪 我孙女 下午 秦苍蓝带苏小小 去挑选兵器 你的金工不错 但只适合远攻 你需要一件 衬手的兵器 挑吧 这些可全都是 祖父的私藏 苏小小环示了一下 两旁陈列着 各式冷兵器的架子 他先挑了一杆红银枪 三扫扇枪 曾教过他一点枪法 他试着耍了几招 手感还不错 他把红银枪放回去 又挑了一道九节鞭 四扫教过鞭法 鞭子可攻可守 灵活度高 缺点是不太适合贴面搏斗 他又来到一排刀架前 秦苍蓝为他介绍 还手刀 单面开刃 适合劈砍苏小小 耍了两招 还行 最后 苏小小的目光落在了一柄 被树枝高格的长剑上 他将长剑拿了过来 缓缓出窍 一道犀利的冷芒 闪过他的眼角 秦苍蓝道 天元剑 是前朝五帝所创之剑 长三尺三寸 双面开刃 适合各路剑法 缺点是 陈苏小小比划了几招 我喜欢这个重量 秦苍蓝回忆道 未须当年也喜欢 我没送给他 他已经有清风剑了 五帝的剑 不与别的剑公主 苏小小点点头 看住手里的剑 第一眼无甚特别 越看越喜欢 秦苍蓝又道 你要不要给自己的大军 也取个名字 这是默认 苏小小自己带领军队了 苏小小认真想了想 赤颖 我的大军就叫赤颖军 秦苍蓝宠溺一笑 好 苏小小对自己的 起的名字很满意 对了 大表哥怎么还不回来 我要不要去接应他 秦苍蓝笑道 不用 晚成那些叛军不成气候 他对付得了 我猜他之所以还没回来 应当是在晚成 查到了什么消息 但也就这一两日 他和秦家军都会到了 苏小小用长剑挽了个剑花 那就好 他等这一月很久了 等人到齐了 大军就能开拔去问城 他要亲手杀掉冷葵 与北宴决一死战 这一年再来就算了 是